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英元小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 艺术工作者蒋勋蒋老师 是 今天蒋老师要我们来介绍的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的一些首帖 南朝岁月 王羲之的姨母帖 十一月十三日 西枝敦守敦守 就先写月日 然后自己的名字 然后敦守敦守就敬上 就是一种对朋友的敬语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写在后面 他现在写在前面 所以这封信说请购姨母哀 刚刚听说姨妈去世了 姨妈死掉了 那这个哀 他重复了一次说哀痛吹波 军里面觉得好难过 非常悲哀 非常痛苦 整个人被摧毁 好像被拨开来的感觉 哀痛吹波 所以有时候我跟别人在谈到说 王羲之生在304年 311年发生永家之乱 所以他大概七八岁的时候 跟着家族整个往南跑难 所以路上看到太多死亡 亲人的死亡跟流离 所以他很多的信里面讲到的哀 不一定是自然死亡 可能是在大战乱里的死亡 所以那个哀痛吹波 才会这么强烈 情不自胜 就是我没有办法负担 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悲哀 所以奈何奈何 那他常常讲无可奈何 因为我觉得对王羲之来讲 好像那个时代的大灾难 他个人太渺小 没有办法对抗 所以逃到江南的 在南方八岁 开始慢慢长大的王羲之 在他一生当中 写了很多的书法 就变成我们现在所谓的手帖 那其实是在讲南方岁月 是在讲他们躲避战乱以后 到南方的某一种感伤的心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盈 那上亂帖 我自己觉得是 王羲之非常好的一件作品 这是唐朝就已经传到日本去的 那羲之敦守 就是还是写信的规格 王羲之写给朋友 敬与丧乱之急 天下大乱到这种程度 丧乱之节 所以他这里不只在讲战乱 他在讲丧 这个丧是有一点人性的丧失 就是这个311年当时五胡乱华 他不只是战争 他同时是出现了很多荒谬的人性 失丧了人性的状况 因为他下面讲到一件事说 第二句说 先目再里荼毒 所以我们逃到南方 可是我们祖坟在北方 所以因为他的伯父王岛 是在南方的第一代的宰相 辅佐进原地 在南方称帝 去对抗北方的 所以北方当然很恨他们家族 就把他们家族的祖坟都挖出来 失手丢在街上 让马去踏 所以他听到以后觉得好难过 说先目再里荼毒 就是我的祖先的坟墓 再一次 不是第一次了 可能好几次 因为大概有政治的 这种宣传的效果 就是你们逃到南方 那我们就破坏你的祖坟 先目再里荼毒 追为酷慎 想到这件事情好难过 那豪目吹绝大哭 摧毁绝望 痛贯心肝 讲到痛到什么程度 心肝肝都被贯穿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跟朋友讲说 我们现在爱书法的朋友 会临摹这些帖 然后用很漂亮 优雅的字在临摹 可是可能忽略了 王羲之手帖 有一部分是 那个时代里面 非常沉重的心境 所以我觉得 只从很表层的 个人表现 自己书法之美的方法 去写王羲之 恐怕有一点远离了王羲之 因为我读到痛贯心肝的时候 我觉得这四个字好重 我反而想到了 江慧昌的什么酒后的心声 说酒若入喉 痛入心肝 痛入心肝跟痛贯心肝 只差一个字 可是我们会觉得 一个歌手 嗓音里面的那种苍凉感 跟这里讲到的书法里的顿挫 其实有一种东西 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因为经历过生命的顿挫 困顿挫折 所以它会出现一种美学 而这个美学是在用笔的时候 里面有很多的颤抖 很多的撕裂的这种感觉 它其实并不完全是 我们讲的美学里面的优雅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参加书法比赛 我们觉得要把字写得漂亮得不得了 甚至很做作的去写 我觉得王羲之的手帖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写这一系列的东西 有一点希望有一批人把手帖当成书法 无所谓 我觉得没有关系 可是我希望找到手帖跟南朝岁月之间 比较密切的关联 我觉得这个环扣扣不起来 其实我们今天读王羲之 其实是有一点糟蹋了王羲之 因为他的美学其实来自他生命里面的沉重感 那个岁月的哀伤 所以如果我们只看他的局部的字 比如说吹绝 吹毁绝望 我们看到这两个字都有一点扭曲的感觉 那个吹的下面整个是压扁的 因为他觉得他听到祖坟被挖了以后 那个痛苦 他觉得整个人被摧毁 非常的绝望 这个时候用笔如果写得很美很美 故意要做做的去美 我觉得不是王羲之 王羲之就是告诉你说 我已经整个人被摧毁了 所以那个字有一种压扁的感觉 甚至那个痛 那个字用笔好重 那个重的感觉 其实也在讲说 心里面的一种无可奈何 痛惯心肝 痛当奈何 我这么痛又怎么办 因为无济于事 那北方还是在发生这样的战乱 所以这也是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感觉到 为什么我叫做南朝岁月 因此你才会想到南朝会不会相对讲起来 其实给予人性空间比较大 比较多一点人性空间 我觉得也许这个南朝有值得我们珍惜的地方 因为他对人性比较温暖 比较宽容 比较宽容 因为当我们开始知道 北朝很多血淋淋的屠杀跟残酷的事件 包括把祖坟都挖掉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忽然觉得南方的某一种偏安安逸富有 的确对人性来讲多一点温暖 那这也是我在解读这个王羲之的书法的时候 我觉得他常常讲到哽咽 那个梗是口这边一个梗 其实是哭不出来了 因为他每次给朋友写信就说 我已经写不下去了 因为知道的事情太悲惨 就祖坟被挖这样的事情 太悲惨 所以梗 不知何言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予无伦次 我到底在讲什么 那这是王羲之在书法里面 常常用语上应该注意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 我们对于手贴的认知 不要掉在一些太过狭窄的这种事情上 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时代很精彩 那个时代有陶宫队 有陶温明在写诗 有顾凯之在画画 有王羲之在写书法 那样一个偏安的局面当中 人才被出 而这些人才在三百多年的偏安当中 最后变成隋唐圣事里面最向往的一些人物 那连唐太宗都仰慕王羲之 那到底唐太宗 为什么那么爱王羲之的手贴 为什么在他这个执政的时间 不遗余力的收了两千本他的手贴 把他的信全部收光了 后来全部陪葬昭令 就唐太宗死的时候 全部都带到坟墓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王羲之的字 都是临摹本 都是临摹本 那为什么这个代表北朝的皇帝 唐太宗这么爱王羲之 有时候我们很难解释 王羲之有这么重要吗 有这么伟大吗 可是我读到历史里面 我们知道唐太宗是不能做皇帝的 因为他前面有一个哥哥建成太子 那他为了要抢夺那个皇帝的位置 有一天他把哥哥给杀了 就提着哥哥的头 手上拿着刀就去见爸爸 说我比武不小心把哥哥给杀了 请爸爸治罪 那这个爸爸也是搞政治的 当然也懂 就退位唐太宗去做了皇帝 他当然是一个好皇帝后来 可是这样的一种人性的恐怖 杀死亲哥哥的这种恐怖 我相信有一天他读到王羲之的蓝亭 是日夜天朗气情会逢合唱 仰观宇宙之道 耶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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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 那个墨好淡好淡 那很多人认为这个草书大概是王羲之晚年的作品 因为他这里面提到一个人就是谢安 可是他没有称谢安 他称谢司马 那因为谢安是在公元360年出来做官 就是做了司马这个官职 所以大家认为这个手帖应该是在360年谢安做司马之后才会有的官名 比如说这个人他做行政院长以称他为院长 那他一定是在哪一年 这个断代360年 王羲之361年就去世了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把年代对一下 那这个韩切铁极有可能是王羲之360年的冬天写的 大雪非常的冷 那个寒冷 窃骨的寒冷 他写出了这个韩切铁 那这个韩切铁里面讲到谢安 谢安是王羲之书法上的学生 那他也很看重这个学生 后来也极力推荐谢安做宰相执政 所以我们看到王羲之在361年去世 那接下来就是谢安的时代 到383年 我们知道31年永家之乱 如果是1949的话 到383年等于是72年过去 偏安了72年 还发生了肥水之战 北方百万大军南下 然后前秦复坚 投鞭把鞭子丢在长江里说 可以投鞭断江 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多人来打你 光鞭子就可以阻断这个水流 所以南方岌岌可危 南方的人可能要打破盖绝 要准备逃难 然后我们看到谢安跟别人在下围棋 就打仗那一天 然后他的侄子谢玄 他们在前方打仗 下围棋跟谢安下围棋的人 手都在发抖 那一直有军情密报 让谢安知道 可是谢安都没有跟大家说 到底打赢了打输了 然后手非常安定的摆棋子 那我们在读史书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南朝的了不起是 在这样大战乱 跟人心惶惶 军心不稳的时候 要有一个人气定神仙 就在那边下围棋 那等到对那个对手忍受不了了 说你告诉我到底前线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还在那边下围棋 谢安就大笑说 子植被我的侄子他们已经把敌人打走 然后据说他去穿木鸡的时候 那个木鸡就折断 有人说他还是有点紧张 所以穿木鸡的时候 透露了心情上的慌乱跟紧张 可是我觉得不管再慌乱 不管再焦虑 不管再紧张 面对生命的大事发生 他下围棋的手是气定神仙 我觉得那是南朝文化了不起的东西 就是你在整个历史当中 你扮演了一个角色 不管客观的环境再坏 你必须要有南朝的优雅 你也要有南朝的从容 也要有那个云淡风景气定神仙 那这是我这次写手帖 其实最想讲的 有时候我常常跟朋友说要珍惜南朝 没有发生战争 没有饥荒 然后可以在一个偏安的数十年当中 培养出人的优雅跟从容 那包括王羲之最后的儿子 他的最小一个儿子王羡之 后来也变成一个大书法家 那王羡之做了大书法家以后 他就是谢安的首相 那谢安做宰相 王羡之做他的下属 谢安有一天很坏 就问他说 王羡之我问你 你跟你老爸王羡之 哪一个人书法比较好 其实这是很不礼貌的问法 因为如果孝顺的话 一定讲爸爸好 可是王羡之也是一个大书法家 他觉得我讲我爸爸好 好像我不好 他就回答得非常了不起 他说 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同 那我觉得这回答很了不起 就是说父子各自完成自己 那谢安又更坏 就逼问说外面的人好像不是这样说 那意思说别人大概觉得王羡之很好 王羡之因为他有一点颠覆性 他的书法很狂 就是觉得大概你不好 王羡之就顶了他上司一句说 外人哪得吃 这些外行人哪里会懂 那我觉得这是南朝 南朝是有个性的 南朝是可以活出自我的 就是他们可以在父亲的面前 也不见得说 我没有活出我自己 那我相信王羡之很高兴有这个儿子 因为这才是南朝的精神 是 好精彩 我们要非常谢谢蒋老师 为我们介绍首帖南朝岁月 也和所有观众朋友提到 就是这是蒋老师的2010年的最新的作品 首帖南朝岁月 你不要错过了 非常谢谢蒋老师 感恩 谢谢 谢谢 谢谢蒋老师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潘导播 也带见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音乐小聚 我们下次再去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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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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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